小桃子劇場 懂得感恩的小女孩 今年桃子村里发生了汗灾 因为没有下雨 没有水 很多浓重物都哭死 这里有很多人吃不好 穿不暖 很多人都饿死了 有一天 桃子村里来了一个陌生人 他是谁 他来这里做什么 让我们看下去 好饿啊 谁可以给我一点点东西吃 拜托 我有today两天没吃东西 还有东西可以吃啊 好饿啊 从那碗牛肉面以后 我就没有再吃东西了 对啊小桃 你家有没有东西可以吃 他分出来给大家啊 我们家没有东西可以吃 我和妈妈已经三天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如果我们家有东西可以吃的话 你都会分给大家了 神啊救救我们 随便给我们一点东西可以吃 随便给我们一点东西吃也好 不要让我们饿死 求求你 神啊 求求你 快叫做这些快饿死的村民吧 这时桃子村来来的陌生人 手上提着一来香香香香的东西 到底他来这里做什么 让我们看下去 好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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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等一下 你们先不要讲话 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嗯 我有闻到麦当劳欢乐生的味道呢 哦 我们桃子村里拿来的麦当劳是好吃的 全卖法国吐司 里面还加着鱼鱼加蛋呢 哦 前面怎么来了一个陌生人 而且他手上好像提着一栏食物耶 他虽然在你做什么的 好恐怖哦 他在哪里啊 是不是没看到他啦 小朋友 你们肚子是不是很饿呢 叔叔这边有一点好吃的麵包 你们可以拿去吃哦 各位小朋友 陌生人给的东西不可以随便拿来吃 但这个叔叔我确定是好人 所以他拿的东西是可以吃的 放心 真的要给我们吃吗 太好了 我也要吃 把最大块的留给我 面包是什么吃的 别跟我吃啊 我要留留这小块了 哦 这蛮大块的 这群小孩们各自拿了自己想要的面包 直接就在地上吃了起来 小花没有上前拿面包 可是来这里就只剩下一个小小的面包而已 咦 小朋友 你怎么没有来拿面包呢 你不饿吗 我的 我的篮子里还剩下一个最小的面包 你要吃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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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叔叔 那我就 那我可以拿回去跟妈妈分享了 当然可以 我明天会再来 你明天递得早点来挑一个最大的面包哦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叔叔 你应该好有点谈哦 我们都要再吃到好吃的面包 爪爪 耶 又可以再吃到好吃的面包了 太棒棒了 谢谢叔叔 那我们拿回去跟妈妈分享了哦 第二天 那个陌生人果然又提了一栏美味的面包 来到桃子村 孩子们一大早就等在桃子村的入口 期待那个叔叔赶快来 诶 那个叔叔在哪里啊 怎么不见哪里呢 还让我说快来听 他到底在哪里呢 虽然我看不到他 但是他 我相信他一定会来的 小朋友 让你们很久等了 我又拿了一百好吃的食物了 哈哈哈哈 吃了 我要吃我要吃 我要吃 我也要吃 把这些太坏的留给我 不要动我起来 搞不好打得死定了 我要吃了 我为什么 小孩们拿到面包 又直接坐在地上吃了起来 而篮子里又只剩下一个小小的面包而已 小花这时才站前去拿这个剩下的面包 咦 小花耶 这么小的一个面包 这样你跟妈妈要吃个饱吗 有东西吃 我们有东西吃就满足了 你带老婆 来给我们东西吃 谢谢叔叔 那我就拿回去跟妈分享咯 来 小花开心的拿着小面包 赶紧跑回家要跟妈妈一起享用这个美味的食物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让我们看下去 妈妈今天有好吃的面包了 嗯 小花你真是个乖孩子 让我们一起来吃吗 咦 面包里有块硬硬的东西 哇 这是什么 是一块黄金 一定是那位陌生人在做的时候 不小心掉进去的 赶快来去还给你 是的 妈妈 正当小花要跑出家门 把金块还给那个陌生人时 那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门口 头上还有一个光环 背上还长了翅膀 咦 小花 你是要来找我吗 是的 你像你做面包的时候 不小心把金块放进去面包里面了 咦 你怎么跟刚才不一样了 小花 你是一个懂得礼貌 又懂得感恩的人 那一块是我送你的礼物 你就赶快拿到去跟妈妈分享吧 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多东西 我们一定会好好上用这块金子的 那我就先走啊 就给我们幸福 那我们就把这块金拿去换钱 送给村子里的人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拿来填饱肚子了 是的 妈妈 那我们就走吧 多花 多花Э 大能奉过的幸福 达柔志得拥有幸福 小桃子巨厂ее congr